时光金钱 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 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人生所有相遇 一半助你 一半度你 作者 云故诗 让我们一起来听 董卿说 从人生的意义中看 世间一切都是遇见 天地之间风云莫测 人潮往来 所有的擦肩都是一种缘分 有人说 缘分分两种 有善也有恶 正如有人朝你扔石子 也会有人献你满身芳香 人生这一征途 无论你遇到了谁 都是冥冥中注定的 无法逃脱 一 扶你的人 是生命中的恩人 俗话说 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碳难 生而为人 谁也无力了却烦忧 安心过完一生 事一时常有 意外也常办 一个人最大的幸运便是 生命中有一人 可与你风雨同舟 大师齐白石年轻时 曾遭人冷眼相对 在衰年变法之前 他的绘画手法令人不屑一顾 话也难以售卖出去 当时齐白石正陷入一个 艺术探索的牢笼中 郁郁寡欢 他心中苦闷不已 思量者是否要随波逐流 改变自己的风格 就在这关键时刻 齐白石的贵人陈诗增出现了 陈诗增听闻了 齐白石的烦闷 便劝他不必 拘束于前人的画法 勇敢地去做自己 有一回国外举办了一个画展 陈诗增便带去了几幅 齐白石的山水著作 并且卖出了极高的价钱 而当地琉璃厂的画商们 也是争先恐后 纷纷登门请求代售 更没想到的是 越来越多的人特地赶来北京 点名要买齐白石的作品 从这以后 齐白石渐渐打开了 在艺术界的知名度 一位诗人曾说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人生之路坑坑洼洼 跨过去是光明大道 跨不过去 便会陷入其中 越活越拧巴 所谓贵人 是辅你一成的人 这些人穿越茫茫人海 温暖你心灵 闯过风雨兼程 滋养你灵魂 不管有多迷茫 多黑暗 也总会为你亮起一束光 照亮你的人生 相遇即是天意 更是一种福气 常怀感恩之心 常念相助之人 路才能走得宽 未来才能一片明朗 二 模拟的人 是化了妆的贵人 很喜欢一句话 命运期待你成长 总会降临一些 让你不愉快的人 或事来刺激你 这是定律 在你的人生必经的路途中 总有一些人 为你布下陷阱 让你吃尽苦头 然而 成长正是苦与乐的 不断交织 在魔力中绽放 破茧而飞 这才是人生真正的锤炼 周国平的《安静》一书中 记录了他生活的经历 在他还在读初中的时候 每周都有一次 课外小组活动 一到活动日 他便惶恐不安 步履沉重地 走向那个 充满恶意的活动地点 那时的他 身体孱弱 性格内敛 学业成绩 也不尽如人意 正是班上男生们的 欺负对象 活动日对他来说 不是欢声笑语的聚会 而是一场又一场的 恶作剧和嘲笑 有一天 一位女同学来教他们手工 那些顽皮的男生 却故意将门锁上 将他拒之门外 周国平的正义 促使他打开了门 然而 男生却群起而攻之 将他按倒在地 并用言语辱骂他 可即便遭到了欺负 他也不向别人告状 不向旁人诉说 只是咬紧牙 默默忍受 将这份屈辱 化作一份动力 周国平下定决心 一定要比那些 曾经欺负他的人 更加优秀 于是 他憋着心中的志气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成为了班上的佼佼者 在未来的道路上 也仍有一股暗劲 去往自己成功之路 人这一生 谁都少不了恶意 少不了苦涩 有人伤你 磨练你的意志 有人阻你 催促你成长 白颜松曾说 打败一只狗并不光荣 但被狗咬到一口 却很倒霉 正如与恶人纠缠 只会让自己留下伤疤 真正聪慧的人 欲非人而不怒 遭苦难而不惊 笃定地相信自己 将所有的不堪 化作强大的动力 撕碎懦弱 重组自信 待你熬过黑暗 便会明白 伤你的人 也在度你 即便是痛苦 也将成为养分 为生活甜才 开出最盛大的繁华 三 所有相遇 都是在成全你的人生 俗话说 前世不欠 今生不见 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 冥冥之中 因果公平 生命中的每一个过客 都是带着使命而来 有恶 有善 有人推你入悬崖 有人救你与水火 无论是谁 皆有意义 治和二年 苏氏为求仕途 去拜见了张芳萍 张芳萍 见到苏氏兄弟俩 不禁对两个人赞叹不已 他不仅资助了 附近的盘缠 还将苏氏推荐给了朝廷 随后 一位从小县城而来的文人 就这样闯入了 京城权贵 便在朝堂有了一席之地 可没过多久 苏氏受到了好友审阔的背叛 他不辞辛苦地 去钻研苏氏的诗词 歪曲其中的诗词 以攻击朝廷新政为由 罪告了苏氏 于是 著名的《乌台诗案》成功导演 苏氏被捕入狱 生命受到要挟 精神受到重创 幸好在众多同僚的助力下 苏氏得以留有一命 出狱后 苏氏被贬至定慧院 决定忘却曾经 将那些形形色色的人 从他的生命中消散 他公耕天底间 敞开心怀 放下过往的纷繁 只沉浸于自己简单的生活 正如他所说的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每个人都是行路人 有人成为你的过客 有人成为你的刻骨 扶起你的人 别转身相望 遇到了 就应该感恩 重伤你的人 别纠缠于心 路过了 就去释怀 做人 多一份清醒 多一份从容 便是多一份洒脱 与安宁 没有谁的一生 是完美无暇的 该来的总会来 坦然一点 生活才会更顺一点 把心放宽 把人看淡 修得内心静如水 终会有碧海蓝天 风子凯说 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 生命中遇见的 每一个人 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朵花会擦干 雨湿的春天 一本书会点醒 迷惑的心灵 而生命中出现的那些人 会填满你空缺的人生 伤害你的人 坚定你的信念 教会你在绝望中 峰回路转 爱护你的人 带给你力量 帮助你从困境中 破土而出 人生之路 山一城 水一城 或是助你 或是度你 皆是一种成全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恩遇见 不负不欠 往后余生 愿你的每一次缘分 每一场相遇 能携手最真挚的情意 在春风中学会爱 在暴雨中学会坚强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能量